分譜泥不合格的情形 那分譜泥就是不得檢出 那業者在這一次自主檢驗送驗的結果是 分譜泥檢出0.004到0.01PBM 但是這是不得檢出就是不合格的情形 那針對這個部分我們調查結果 就是說針對業者自主通報 衛生局就是依法要去進行 他的預防性下架的情形 那在台南那裡等於說 針對英國藍的部分 總共查封了726.3公斤 那他的源頭包含剛剛講的台中跟台北的部分 在周界那裡台北市衛生局封存了600公斤 那台中的部分針對大同茶廠的部分 他總共封存了302.4公斤 那針對這些相關的下游的部分 還有他的來向的部分 各衛生局還持續在機查的部分 那如果有不合格的就是依法要進行 下架土地的情形 那目前正在釐清當中 大同台中的大同跟台北的那個周界的部分 那目前就是說 台中市衛生局調查結果 在台中的大同部分有三個下游 包含在桃園及高雄的部分 還有台北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因為他可能有混沖的情形 目前已經請三個衛生局 進一步的釐清 那針對這一個英國藍的事件 不論台北或者是台南的部分 都有依給檢調 持續在協助調查當中 那當然有不合格就是 要依法下架回收的部分 那說就 坦白講 不論說是不是有危害人體的問題 這個只要是違規產品 就是要依法下架回收 違規就是違規 很強烈 好幾乎 你會感受到 好幾乎